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您继续听WOW TV的国一晚间新闻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首先我们来关注温州动车事故 29号是温州列车相撞事故遇难者的头期 死者家属以多种方式表达了对亲人的哀死 列车跌下桥底的这片土地 成为事故死难家属心灵上永不磨媚的伤心地 一批家属趁着头期到现场拜祭 而就在这一刻 雨越下越大 前去线上哀死的也有住在附近的居民 虽然不认识死者 不过对事件都感到很痛心 而在温州殡仪馆外 贴出巨大的横幅悼念死难者 有家属选择在这一天为逝去的亲人举行葬礼 陈女士一天之内失去了哥哥及心爱的儿子 再坚强 在葬礼后也支持不下去了 不愿离开灵堂的陈女士要由亲友抱起 参加遗体火化仪式 告别亲人后 更伤心过度昏倒 要由救护车送走 而遇难者的骨灰就由亲友带走 也有为接受赔偿 坚持不肯火化死者的遗体的亲友 到殡仪馆向死者献花悼念 情绪一度失控 刘长兰的丈夫在意外中受重伤 三天前脑干死亡 研制昨天不治 批评铁刀部对家属不闻不问 我不要见他陪我一个人吗 怎么可能 我一个家庭都靠他 现在没有他我都不知道怎么活 我老了老小的小 怎么办 有遇难者的亲属表示 铁刀部如果不能给予合理的解释及赔偿 他们短时间内都不会接受遗体火化 以保留死者死因的证据 温家宝日前在温州短短数小时 特别抽出时间会见死难者家属代表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会面时的录音带 多名家属都炮轰铁刀部 总理来看大家来了 我跟你说总理 我立刻就变了 那叫惨不忍睹 我懂 我懂 那叫惨不忍睹 跟我们想象的根本不一样 我们好好一个人 我们过来 我们到铁眼山会满 身都是血 出身都是脏的 一直到现在这个遇体都没有清理 而且我们到现在 我们从一来 我们要辨认这个死者存分 我们要死者的身份证明 我们要身份证 而且国家没有一个人通知我 我们这个人没有了 是我们自己一直在网上查 我们要不分证明 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么点是更多解决不了 何谈别的 再说 来了以后跟我们谈价 第一次跟我们谈 17万 我们人都没了 我们要命 我们不要钱 然后又跟我们谈 昨天又跟我们谈50万 买大白菜呢 在这儿吵架 还价 一会儿17万 一会儿50万呢 干什么呀 我觉得我没有不理智 谢谢总理 你想的都会有道理 我认为呢 这里面有一个 成就的 时间的问题 它不早的停止成就 而是以清理性差 为了这个通车 这个理念有问题的 不是以旧人为理念 那流到这么多 我认为都会答你 另外 文家宝亲自会见死难者家属以后 各方面的善后工作 都有所改善 指挥部还要求各地政府 日后要继续关心死伤者家属 而一直被指对家属不闻不问的铁道部官员前往探望 曾经向温家宝投诉的家属 温州律师会已澄清呢 没有干预律师不允许协助家属 温家宝亲自南下 并接见部分死难者家属 杨峰作为家属代表也在其中 从新华社发放的照片可以看到 杨峰双手握着温家宝的手 愁眉难斩 他在网上留言说 当时向温家宝提出四个问题 包括事故原因 要求铁道部公布营救的全部过程 允许家属将死难者的遗体带回家乡火化 最后杨峰问温家宝 为何事发这么多天 铁道部官员对他们受伤害最大的家庭 没有任何慰问 就在杨峰向温家宝问了 这四个问题之后的八小时 铁道部一名副部长 当晚去慰问杨峰和他岳父 中央高调介入事故处理后 除了政府部委 对死伤者家属的态度有了转变 温州市律师协会 对于律师应如何处理 有关动车事故的法律个案 表态也有所转变 因为律师协会在星期二 曾以协会及温州司法局名义 发出内部紧急通知 要求律师不得擅自解答 及处理涉及动车事故的法律个案 声明一出被多名维权律师质疑 是禁止律师为家属争取权益 不过在星期四 也就是温家宝到温州视察当天 律师协会再度发表公开声明 表示为了避免出现差错 协会将由资深律师成立小组 统一指导有关动车事故的案件 并没有干预律师正常办案之一 还对引起社会误会表示歉意 有关注事件的维权律师认为 中央领导介入跟进事故 会令家属的要求 教育得到满足 不过这样的做法 并非通过法律制度解决问题 对整个法制制度建立并不是好事 此外 723事故救援善后总指挥部表示 根据中国有关法律的规定 经过与事故遇难人员家属的具体协商 723事故遇难人员赔偿救助标准为91.5万元 此前 善后工作组与部分家属 就赔偿问题进行了初步沟通协商 主要依据的是中国国务院2007年颁布的 铁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和调查处理条例 达成了赔偿50万元的异项协议 随后又认真听取了遇难人员家属等意见 充分进行了法律论证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铁路任需人员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 赔偿权利人有权选择按照侵权责任法 要求赔偿的精神 本着以人为本就高不就低的原则 并与遇难者家属进行了进一步的沟通协商 总指挥部研究决定 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 为确定723事故赔偿标准的主要依据 723事故遇难人员赔偿救助金 主要包括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及精神抚慰费和一次性救助金 合计赔偿救助金额91.5万元 据了解 对于已签订异象协议的遇难人员家属 将按照新的赔偿救助标准执行 受伤人员的赔偿方案也着手依法研究制定 总指挥部还要求 对于这次事故伤亡人员今后家庭生活困难的 所在地方政府要千方百计 通过各种渠道加以关系和帮助 当地时间29号晚间 温州当地的民众再度发起烛光集会 哀悼死难者之余 要求公开事故的真相 点点的烛光期出了723 事故以后 民间最强烈的要求就是求真相 近千名温州民众再度自发 在室内的世纪广场举行烛光晚会 孔明灯徐徐升空 表达了对死难者的哀思 而在网上还有人号召民众在未来的几天 继续举行烛光集会 要求当局尽快公布事故的调查结果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29号17时40分 今年第8号强热带风暴 落坦在中国海南省文昌市龙楼镇沿海登陆 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实际 中国中央气象台预计 落坦将以每小时15至20公里的速度 向偏西方向移动 强度有所减弱 并于30号早晨进入北部湾东部海面 落坦横穿海南岛进入北部湾后 强度将再次加强 受落坦和西南气风的共同影响 未来24小时 南海大部 穷州海峡 北部湾 海南沿海 广东中西部沿海 及珠江口 广西沿海有7至8级大风 落坦中心经过的附近海面或地区 风力有9至10级 广东西南部 广西南部 海南等地有大的暴雨 其中海南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海南西南部和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 中国中央气象台提醒广东 广西和海南居民 助于暴雨大风影响 相关水域水上作业和过往船舶 助于回港避风 并加强港口设施 防止船舶走毛 搁浅和碰撞 好了 中港台的新闻就是这些 那么在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锁定今天的体育360 先来看MLB方面 多伦多蓝鸟队在主场迎战巴尔蒂摩精英队 结果蓝鸟队就以8比5击败精英队 在本次三场的系列赛中 蓝鸟队取得了两胜一负的成绩 而他们的战绩也提升至53胜52负 精英队在第一局 由JJ Hardy和Vladimir Guerrero 分别击出一分班来打 先得两分 不过蓝鸟队在随后就将比分班平 到了第三局 蓝鸟队又由Edwin Ankonosian 和Eric Thomas接连击出一分班来打 带领蓝鸟队连取四分 双方在第五局又隔得两分 到了第九局 解决H Hardy再次为精英队 挤出一分班来打 但是为时已晚 蓝鸟队最终还是以8比5击败对手 再来看世界游泳锦标赛的消息 美国选手罗杰迪 昨天在男子200米混合用的比赛中 游出了1分54秒整的成绩 继200米自由泳后 再次离压飞于菲尔普斯夺回 他更是将自己保持了近两年的世界纪录 推前了0.1秒 菲尔普斯则以1分54秒16的成绩 结束了比赛 获得亚军 北京奥运会该项目的银牌得主 匈牙利选手切赫 排名第三 成绩唯一1分57秒69 另外美国名将罗切特 在男子200米洋勇的比赛中 以大热姿态夺标 赢得了个人在本届世界游泳锦标赛的 第三枚金牌 最后来看足球方面 尤文图斯在昨天迎来了 北美之行的第二场比赛 对手是墨西哥金旅支华士队 最终斑马军团凭借着加利亚雷拉 射入的全场唯一的竞球 以1比0击败对手 获得了热身赛的两连胜 好 提讯闻关注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 多伦多现在的户外的天气情况 现在户外是晴朗 25摄氏度 吹每小时25公里的西北风 相对湿度为69% 继续来关注一下 未来五天的天气情况 转看加拿大各大城市 明天的天气状况 近日英国最大的淡水鱼 胖夫人日前在她的栖息地安详去世 胖夫人是一条超重的鲤鱼 其绰号胖夫人是来源于 她胖嘟嘟的肚子和极其贪婪的食欲 这条鲤鱼活了30个年头 死的时候体重是超过了61磅 约28公斤 而让英国的钓鱼者们 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和胖夫人合个影 26号 人们发现胖夫人紧靠在岸边 仿佛在游泳 但走近一看 发现她已经静静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钓客认为 是英国现在多变的天气 导致了她的死亡 曾经被抓到200次后 又被放生的胖夫人 已经在岸边安葬 胖夫人死后 许多人重游了她的故乡 以表示对她的怀念 英国钓鱼爱好者协会 也收到了不少胖夫人的晚词 胖夫人曾经是当地的大明星 有些钓客为了抓住她花了长达七年的时间 这些钓客表示 胖夫人又大又胖 却又是条漂亮的鱼 她死了令人非常伤心 好像失去了一位好友 胖夫人现在被安葬在栖息地附近的高地上 这片地方现在叫做胖胖脚 人们还在她的墓上盖了些硬板 以防狐狸把它挖出来吃掉 胖夫人曾经生活过的鱼场老板表示 因为胖夫人的出名 很多钓客都来一探究竟 如今没有了胖夫人 她的生意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除了胖夫人之外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鲤鱼 是英国钓客在法国钓到的 重达99磅的超级大鲤鱼 WTV 李超报道 这个周末除了有加勒比狂欢节以外 室内还有很多重大的活动 当然了因此也会有多条的道路举行 进行封闭的情况 所以市民在出门以前 一定要查询路况 记住而且要安全驾驶 好了 祝您有一个愉快的长周末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见